第六十七课 调皮 拖 屁股 抹 宣纸 荷叶 笑咪咪 提 服 便 印章 保库 闪闪发光 使用 形成 独特 充分 体现 按照 区别 螃蟹 虾 不朽 传世之作 课文 一 作画 三十年代 画家齐白石画虾和荷花 已经很有名了 当时 他的一张画可以卖到两块银元 跟齐先生学画的一群孩子打斗生活困难 为了改善孩子们的生活 为他们学画创造条件 齐先生拼命画画来补贴学生 可是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 齐先生想出一个办法 他把学生分为两个班 一个班去卖画 一个班在家磨磨 磨好的磨倒在一个大脸盆里 再叫两个调皮的学生脱去裤子 在他们的屁股上抹上磨 让他们在放好的宣纸上做 做一下 纸上就印下两个黑荷叶 两个孩子 每次可以做出一二十张 这时 齐先生就笑眯眯地提起笔 在做出的黑荷叶上 迅速地画上几笔 两朵荷花就出现了 接着 齐先生再提上两句诗 一幅荷花便画成了 盖上印章 让学生拿出去卖 很快就卖光了 学生们把这种画叫做做画 二 中国画 中国画是东方文化的骄傲 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 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 画中国画 使用中国式传统工具材料 形成了独特的传统表现形式 充分体现了民族的精神 按照表现对象区别 可分为人物画 山水画 花鸟画等几类 齐文石大师画的画 以花鸟画为最著名 他的螃蟹 墨虾 都是不朽的传世之作 阅读 外交官夫人学中国画 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 住着一位年过半百的女画家 在她家里 几位洋夫人正在跟她学中国画 原来 她们几位是外国驻华外交官的夫人 四年前 一位比利时外交官的夫人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这位中国女画家 当她表示 对中国画很有兴趣 并希望学画中国画时 女画家书下的这位洋学生 在画家的指点下 这位洋学生进步很快 于是 学生也由一个增加到好几个 洋学生走进了中国画的艺术大门 她们不但学到了中国绘画的技巧 还体会到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魅力 她们在中国画家家里 喝着中国茶 听着中国音乐 一边欣赏中国画 一边学画中国画 常常画得很晚才离去 她们和中国画家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93年 她们的60幅作品参加了中外女画家画展 受到了中外观众的称赞 吴昌硕看京剧 吴昌硕是中国有名的画家 他70岁时定居上海 不久京剧艺术家梅兰芳正好到上海演出 吴昌硕看后 十分欣赏他演的角色 说是画上的美女走下来了 几年后 梅兰芳又到了上海 演出前他去看吴昌硕 吴昌硕高兴极了 就画了一幅梅花送给梅兰芳 梅兰芳十分高兴 吴昌硕看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 有人问他 听得懂唱的是什么吗 吴说 听不太明白 只是觉得很美 又问他 玉姬很美 可那霸王美在哪里呢 吴说 你看霸王的脸 画得像工笔画 丑中见美 英雄与美人 不是太美了吗 原来 吴昌硕喜欢看京剧 不太注意唱什么 而是用画家的眼光看京剧